這個是懸臂架 K架 那有一點C-Stand的味道 但不是C-Stand 那這個是魔術腿 展開之後呢 這個架子呈現最大 是最穩 那麼 旋鈕這裡轉鬆之後呢 可以做第一節的升高下降 這個先不動它 第二個 這是角度 第三個 是最高這一節的升降 這裡還有一節的升降 那我們先找出我們要的角度來 我們要的角度先找出來 先拉出來 太高了 再來 伸出來之後這裡轉鬆 旋鈕轉鬆之後 就可以進行角度調節 角度調節 角度調節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是導車的問題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這根桿子 先把它固定在 中間的位置 好 記得齁 差不多中間偏的位置 這一根腳也很非常的重要 這只要做錯就完蛋了齁 這要做錯就會倒車 看喔 倒車 所以呢 一定要 腳架跟懸臂呈現一個直線 這個力據是最漂亮的齁 那再來就是 呃 我們這個燈還有 裝燈還有賣那個 攝影機的一個裝裝置齁 都透過這個燈頭齁 有四分之一孔 然後同時呢 可以把它卸載下來 卸載下來 卸載下來 再來注意的地方是 這個齁 懸臂 我們又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買兩支 K架 然後 分別左右放一支 左右放一支之後 這就變背景架 噢 燈架背景架 它都是有一曲同工之廟 然後這個頭 這個頭對接 對接之後呢 就會形成一個 呃 三 三米左右的這個 寬度的這個背景架 然後三米左右 三點五米左右 好 那 高度呢 透過這裡 可以再起一段高度 最下面的最粗的這一節 再起一段高度 這大致上就是目前的高度嘛 不是還可以再高齁 再高的方式這裡轉鬆 我們可以把它的架構弄得更高 最下面這一些三角支架的架子轉鬆 再來 有沒有高度又上去了 大約就可以到兩米的高度 兩米左右的高度 好 以上K架的使用 謝謝 不動不動